各位同胞們大家晚上好 好 今天是什麼鬼市年的中秋夜嗎 對不對 如果照著我們的這個洪武 當年的洪武他們 那個月餅事件應該算起來 大概有六百多年了 這個 塞個紫條這個月餅 今天我們還在延續著他們的精神 當年我們十五年了這個精神 這樣我把這個時段我們交給我們的宋老師 來給我們開獎開獎 好 今天我們隨便談談 我們現在都知道中秋要吃月餅 這個月餅對我們漢民族是相當的重要 如果是蒙古人 聽到這個八月十五他都想哭 因爲什麼呢 就是當年我們返元附送的時候 驱逐達魯恢復中華 我們華夏人的朱家 領著我們所有的漢軍 進行了一次就是可以說在歷史上很有名的 叫沙達子 沙達子 什麼是達子呢 我們祖先說的達子 歷史上稱為什麼呢 歷史稱為什麼就是說四夷 好比說我們北方的 叫他達 後世都稱他達 達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騎著馬 他那個歷史上不光我們這樣叫 西方人也這樣稱他們為達達 有的人現在念成達旦 實際上他那個音叫達達 達達是個什麼聲音呢 他這個就是馬騎聲 他這個達達指的就是騎馬的民族 在歷史上在地球上 從亞洲到歐洲 這樣流浪的民族 沿著草原代 草原代從我們的東北 一直到歐洲的匈牙利 匈牙利草原 這個叫草原代 草原代 就是這類的游牧民族都沿著草原代流浪 當他有吃的東西的時候 他也正常 當他沒有吃的東西 因為古代的氣候 一到冬天他們就沒有吃的了 因為這個比較好的地方 四季分明的地方 氣候溫和的地方 能種庄稼的地方 能定居的地方 基本上都比他們早的文明人 都佔據了 說他們都被邊緣化了 說這個時候到冬天 他們就怎麼辦呢 就南下 就南下去搶東西 所以說這文明人呢 都出現了一個概念 因為這個游牧民族他比較凶悍 特別冷冰氣的時候 他比較凶悍 另外他在比較冷的地方生活 他也比較強壯 所以說這個文明人 一個辦法就是修城 就是要修個城來保護自己 你亞洲的歐洲的只要是定居人群 他都是修城 就是世界文明 它有個重大標誌 就是看在歷史上它有城沒有 如果它沒有城 它就不是文明的民族 如果它有城在保護自己的文明 這就是指的歷史上的文明民族 定居人群 人就是兩種人 幾千年來 人類的鬥爭就是兩種人的鬥爭 一種就是定居人群 一種就是流浪人群 這兩種人在鬥爭 所以他們有時候這個在上風 有時候那個在上風 它像一堆陰陽一樣 說當地球的天氣冷的時候 一般都是游牧民族在上風 當天氣暖和的時候 一般都是定居人群在上 這是有規律的 這是有規律的 所以說我們祖先 因為是很早就進入了定居 都定居了下來 定居是個什麼概念呢 就是定居人群它基本概念是 它長期居住的這一個地方 它生產的東西是足夠他們用的 並且還有結餘 有了結餘 它就有了閒暇時間 它就會去搞一些文化呀等等 藝術呀等等 當那個游牧民族 它到處流浪 它那地方的東西都不夠它用 所以他們也沒有時間去搞什麼文化呀 搞什麼藝術呀 好比說我們要雕個玉 它要佐 要磨 它需要很長時間的閒暇時間 說遊牧民族它是做不到的 你只要看到這些東西 它都是定居人群做的事 它因為有閒暇時間 又有多餘的財力 說它就搞出來了很多文明 但是有時候呢 遊牧民族就佔了上風 特別是像我們祖先 它的規律很明顯 當我們祖先強大的時候 那遊牧民族都跑得找不著了 都跑得找不著了 當我們沒有敵人了 我們內部就會打仗 就會內戰 一內戰把實力打光了 我們民族又出現了 它又回來了 它又回來搶我們東西 佔我們的地方 說這個幾千年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風水輪流轉 就這樣一直就是這樣 幾千年歷史就是一個 胡漢的鬥爭史 我們稱它們 它實際上它這個民族 後期都稱它打打 早期稱它四姨什麼的 稱它西面過來的叫熔 它就是拿個大武器 要來插個小武器 就武裝到牙齒了 過來搶我們的東西 實際上滅掉那個 我們周王室那個 就叫犬熔 它叫犬熔熔 我們為什麼要加個犬子呢 你看犬的牙厲害 就是帶點貶意 南面的人 我們華夏南面的人 那時候就叫滿 滿是什麼意思 大蟲的意思 上面是個大下面是個蟲 大蟲的意思 大蟲的規律是什麼呢 就是大的吃小的 我們民族把老虎豹子貓 這些東西都稱為大蟲 你看我們古代的小說就是 街上的那個流氓街霸 都稱他們為大蟲 它就是大的欺負小的 這就叫大蟲 就是滿的意思 說誰野蟲就是 它能一大欺小 一大欺小不講道理 就是這樣 我們東面的 就叫蟻 那個蟻實際上是 是比較先進的 它身上背個弓 頭上扎個鳥毛 身上背個弓 這實際上是個很先進的一個東西 這是他們的狀態 你像那個北邊的人 我們稱他敵 敵就是 配著獸皮 烤著火 它實際上就是我們華夏人周邊的 其他人的一種生活狀態 沒有貶義的意思 當時沒有什麼貶義的意思 就是一種狀態 後來我們都統稱他們為四姨 四姨 因為省略了 就乾脆別再不單止了 就是周邊的人都稱他為四姨 就這樣稱呼 後期我們慢慢的 又稱他們為胡人 為什麼稱他們胡人呢 這個就是現在那個 伊朗 伊拉克那一代 它就是東晋的一些民族 它這個長的和漢人不一樣 就是你現在看這個伊拉克人 伊朗那一代的人 還是這樣 就是現在那個回族的 伊斯蘭族的祖先 伊斯蘭的祖先 他們也是那一類的人 就是他的鬍子長出來 是基本上一樣長的 沒有明顯哪個地方很長 大多一樣長 他的眼睛都是彩色的 眼睛都是彩色 都是從那一代過來的人 所以說我們漢人 就稱他們為胡人 稱他們胡人 我們漢人沒有胡子 我們現在說我們的胡子 那是那是一種誤區 我們漢人長出來的 臉上長出來的東西 不叫胡叫染 叫染 你像關公 他就叫煤染公 就是他就有個特點是什麼的 就這個地方很長 這兩個地方比較長 這兩邊也會長 就是一般來說 這五個地方 文人天文的人是這三個地方長 稍微偏五條人 他這兩個地方也會長 說你的胡子長出來 你看這五個地方明顯 它明顯長出來了 一般都是漢人 一般都是漢人 如果長出來 它一樣長 它這下巴 你看那個 特別是回族裡邊 現在有很多祖先 的反祖先像出來 它長出來一樣長 一模一樣長 這個種種種種族學上 它是很有特點的 我們稱他們胡人 再後期我們就 就是騎馬的民族來得多 我們就用這個音的聲音 來指他們 當他們入侵的時候 幾十公里甚至幾百公里 你都聽到了 你都聽到馬蹄聲 所以說我們都稱他們打打 西方人後期也這樣稱他們 也這樣稱他們 就是騎馬的民族 騎著馬 後來我們不稱打打了 稱什麼呢 稱打魯 稱打魯 打魯是什麼意思呢 那個魯 你看它那個魯字 下面是個例子 就是靠滿力搶東西 說騎著馬搶東西 就是打魯的意思 所以說我們稱那個侵略者 都叫打魯 就是騎著馬搶東西的人 這就叫打魯 所以說我們漢人的口號 自古以來 就是只要是對外的口號 只有這一個口號 就叫驅出打魯 恢復中華 如果我們內部革命 內部革命的口號很簡單 都是君貧富 因為這個富人太富了 窮人太窮了 他就會失衡了 一失衡就有人領著窮人鬧革命 他就叫君貧富 這是內部的 改朝換代都是君貧富 但是對外都是驅出打魯 恢復中華 都認為他是外來的 就是騎著馬搶我們東西的民族 一般入侵者都是從西面北面來的 因為南面沒有 南面入侵不了漢人 因為南面基本上都是漢人撤退過去的 他入侵不了漢人 因為我們歷史上被 胡人打魯滅過幾次 第一次打我們是犬戎 因為在周王室的時候 我們一直各個諸葛國都和胡人有鬥爭 所以說各個諸葛國都修了長城 我們的長城可不是秦始皇修的 一定要別現在給你忽悠 秦始皇根本沒修過長城 長城都是周王室的西周的時候 每一個祖后國面對著胡人 每一個祖后國修的 秦滅了六國以後 他們唯一幹了一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把祖后國的長城 他因為每個國家的長城有一個口 有一個國界的地方有一個口 沒連上 秦始皇的軍隊和老百姓 就是把那幾個口給連上了 現在我們看到的長城跟秦始皇沒有任何關係 我們現在看到的長城是 朱元璋家族修的 是明朝修的 他有個規律 只要胡人打進來 就把我們長城給拆了 他就給你扒了 他不是說一個賊到你家了 就把保險門給你拆了 因為賊用不上保險門 所以你看現在滿清的學者 嚴重年他們都說歌頌滿清 滿清是中華民族最團結的時候 你看他都不用長城 他就說他不用保險門 大那賊誰用保險門幹嘛 對不對 他就是文明人他才用這個東西 你說天天掂個刀掂個槍 在你的吉隆坡到處搶東西呢 他要保險門幹嘛 沒用 只有文明人有財富的人 他才有用 他在那定居著呢 他才有那個保險門 他把這種搶東西歌頌中團結 這個很荒唐 我們的祖先自古到今 我們漢人從來不喜歡和賊團結 團結是有條件的 舅舅來了 對不對 姑父來了 朋友來了 戰友來了 他掂著西瓜 掂著什麼來了 掂著肉來了 我們趕快 弄個桌子 炒點菜 弄兩瓶酒 這樣喜歡 對不對 你說他掂著刀來殺我們父親呢 強姦我們母親呢 你也跟他團結嘛 你們傻蛋嘛 對不對 說團結是有條件的 你現在的人他天天就在歌頌的 那個所謂的團結融合 他都在忽悠我們漢人 我們祖先從來不相信這一套 不相信這一套 因為我們民族現在沒有文化人了 都成了幹活的人 所以說文化界被他們控制了 他天天在忽悠我們 這次漢服運動 則算了漢人的文化開始反彈了 又出來了一批代表漢人說話的文化人 雖然水平不高 但是他畢竟在代表自己民族說話 畢竟代表自己民族說話 這個歷史上我們殺達子不是一次 最早的一次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我們歷史上有個人物叫燃民 就是在五湖亂華的時候 三國大家都很熟悉 漢朝後期亂了 亂了就變成了三個國家 三國時期呢 我們打內戰 就把我們實力打光了 三國歸近後 就是司馬家族掌控這個晉朝後 你像司馬家族在東漢裡邊 他的家族排幾百位靠後 在漢人家族裡邊 排幾百位靠後 東漢政府還天天追殺他的家族 他後來就變成了我們漢朝的天子 漢人的天子 你想我們的三國我們的損失有多大 據現在學者的考證 那個時候我們至少兩漢形成的實力 基本上在三國打完了 就是在晉的時候 我們最高的思想家 趕不上三國的時候 五流三流的趕不上 我們最厲害的將軍 根本就趕不上三國的時候 八流的將軍 就說我們的實力沒有了 實力沒有後 這我們就 胡人就進來了 胡人進來 進王朝沒辦法 因為我們實力實在是沒有了 人口打光了 人才打光了 財富打光了 說現在都在大肆歌頌三國 我們看的也晶晶有味 但是所有的學者和在說三國的人 他都沒有談到 這個三國這個所謂的輝煌 是我們漢民族最大的一個悲哀 就是我們這個這麼激烈的內戰 把力量打光了 現在的民族應該去把那個東西 當成一種教訓 不是當成一種歌頌的對象 誰才希望歌頌他呢 就是想滅掉我們漢族的人 他才歌頌他 他才歌頌他 你漢人最好打內戰打光 你打光了我們就回來了 說這個那個時候 禁王室不行了 就五湖過來了 實際五湖並不是就那五個湖 當時的雜湖多了 一看漢人不行了 從四面八方都跑回來了 都回來了 都過來搶漢人的東西 禁王室一看沒辦法 那就南遷了 就南遷了 皇家就帶著南遷了 所以我們民族當時南遷了很多 大部分你像客家人 都是那個時候去的 所以他都當時都是漢家的貴族 漢人的貴族都南遷了 但是剩下有的家族呢 他的土地在這個地方 他不願意走 說他就留下來給這湖人博弈 留下來給湖人博弈 那個當時的歷史是很慘的 漢人都是守著一個山谷 漢人的大家族都是守著一個山谷 這個山谷守著 湖人就有打進來的 有的他打不下來 所以就堅持了很多年 這湖人他也是慢慢地換 這一幫來了那一幫來了 最厲害的兩個一個是劫族 一個是鮮卑族 鮮卑人 劫人呢被我們漢人 徹底給他滅了 就是滅他的就是那個燃敏 燃敏本來是我們漢人的一個 一個孩子 就是被劫族俘虏了 把他抓住當奴隶了 因為劫族他們 給鮮卑人他們 不種莊家也不養羊 他還不如那麼游牧民族呢 他什麼都不養 他是把人當東西吃的 就是人他們稱為兩腿羊 兩腿羊 他抓的 新抓的人就叫牲口 生熟的牲口 你看現在我們漢人還有遺留 就稱那個動物叫牲口 稱動物叫牲口 他就是養時間長的叫鼠口 剛抓回來的叫牲口 他們就是小女孩年齡大的 他抓著都殺了 他認為他不好吃 因為年齡大了人的肉不好吃 有味道 他就殺了 就是少男少女這些他都留下來 就像養羊一樣 他稱為兩腿羊 他想強姦了 他就拉個婦女強姦強姦 想吃了就拉出來幾個小伙子 給殺了吃了 他就這樣一個民族 所以說這個燃敏呢 他這個家也是被他抓的對象 但燃敏這個人長得很好 也很氣派 所以那個傑族的人 有的人就比較喜歡他 就留下了 沒殺 沒殺他慢慢就長大了 長大就變成了就是 就是像漢奸一樣 類似現在就漢奸一樣 就管那個兩腿羊的 他慢慢就成立了一個 就領著一部分漢人起來了 起來後 後來他傑族內戰 傑族內部打仗 傑族內部打仗的時候 他力量也快打光了 所以說他利用這個燃敏的那個 領那個漢人部隊 領了一些漢奸部隊 他利用他來幫他打 所以說燃敏就領著他的部隊 就打打這個打打那個 慢慢把傑族給打沒了快 打沒了 所以說燃敏就站了出來 因為他一直那個漢人那個心還沒死呀 恢復中華那個心沒有死 他就站了出來 下了一個叫驅狐令 為什麼我們後世一直有這個 驅出達魯這一說 就下驅狐令的就是燃敏 燃敏就公告天下 下了一個驅狐令 凡是在中原的中土的湖人 獻多少天過離開中土 就是那個 在中土之外的 被抓到中土之外的漢人 都回到中 回了中土 這個布告一出去 漢人 湖人都上外跑 漢人都上內跑 所以他碰到了 他就會出現這個衝突 因為漢人都是農曆 都是幹活的 他們的湖人呢 都是專業軍人 所以一衝突 漢人就吃虧 說燃敏一看不對勁 燃敏就把這個驅狐令撤銷了 又下了一個殺虎令 就是凡是湖人 就地政法 就地政法 只要是湖人的 一律政法 就把這個傑族 基本給殺完了 就是當時 從現在學者考證來說 當時世界上也攻擊我們 當時說燃敏 不是殺的都是湖人 就是長得像湖人的漢人 也被殺了什麼什麼 說是世界上一個屠夫嘛 說屠夫他誰都殺 實際上他的目標很清楚 目標殺的就是湖人嘛 你欺負我們幾百年了 對不對 你殺我們漢人 吃我們漢人幾百年了 這是一種反抗 說這一類的不叫恐怖分子 你記住 現在說恐怖分子 可不是什麼都叫恐怖分子 好比說 美國人說伊斯蘭 說穆斯林是恐怖分子 我都不同意這種說法 或者大陸說這個 維吾爾人是恐怖分子 我不同意這種說法 恐怖分子是什麼呢 恐怖分子是沒有對象 他沒有明顯的對象 好比說他掂個炸藥 到了吉隆坡的公共汽車上 同一炸 連他自己的族人 什麼都給炸死了 連他自己家的人他都炸死了 他沒有沒有對象 這種才叫恐怖分子 造成社會動亂 如果他有針對性的 那都不叫恐怖分子 好比說他穆斯林 他針對白人 他針對白人去自殺 自殺襲擊 他是有明確目標的 好比說維吾爾人 他針對漢人 他是有明確目標的 這種實際上 應該給他定位成民族反抗 他民族解放運動 只不過他採取的方法比較激烈 他這一類不屬於恐怖分子 不屬於恐怖分子 你把他弄成恐怖分子 他純粹自殺恐怖 他明顯有他的口號 我要滅漢 我要殺回 你維吾爾人的口號 就是滅漢殺回 你要知道很多穆斯林不理解 漢人也不理解 他們為什麼要滅漢殺回 說他也是穆斯林 他為什麼要殺回族 很多不知道我們中國的歷史 大陸的歷史 中國的回族 在民國的時候就稱為漢幕 就是漢人信伊斯蘭教 所以說人家維吾爾族人家清族 藏族都清族 所以說他們看到了中原的回族 他不認為那是穆斯林 他看到中原的回族 那是漢人 那是漢人 只是他信了伊斯蘭教 他是這樣一個概念 他不是這個我們理解這個概念 殺狐令和驅狐令 都是然民下的 然民是我們漢民族的第一戰神 如果不是然民把這個傑族滅了 那個鮮卑族就把我們漢人全部滅了 就是當這個傑族被我們這個燃民滅的要後 就沒有打過敗仗 因為當時那漢人那個氣勢很盛 氣勢很盛 都沒有打過敗仗 他部隊有不多的掃蕩很多胡人 當時要求南朝 南朝當時送其良臣的時候 是臣也不知道是那個誰 是良 他就讓他北上 就說我在中原 已經打敗胡人 已經建立漢人的國家了 你要趕快北上 當時南朝皇帝又私心 由將軍都開始北上了 皇帝又制止了 就是不讓北上 不讓北上 最後先被人過來 把燃民滅掉了 把漢人滅掉了 但是他這個雖然他被滅了 但是他一次反擊 使鮮卑人感覺到 漢人的反擊是相當厲害 說說鮮卑人就開始 從政策上開始收縮了 開始收縮了 他沒有把漢人徹底幹掉 說說等於燃民 是我們民族的第一功臣 並且是驅除打魯了 第一個實踐者 大規模實踐者 說說後來我們的祖先 只要是打胡人 只要是胡人佔領我們中原 我們要把他趕走 恢復中華 用的都是他燃民的口號 叫驅除大陸 叫驅除大陸 所以說我們這個驅除大陸 在蒙古佔領我們一百年的時候 我們漢人有很多 很多這些英雄豪杰都起來 開始打蒙古人 打到最後 就是朱元璋這一支 是最厲害起來了 起來以後 我們就在那個 沒有真正把蒙古人幹掉錢 有兩次殺達子 就是我們他們蒙古人 怎麼統治我們呢 他就說把漢人的 就是有反抗力量的人都殺完了 殺完了他就就類似 你們的新村一樣 他就把你集中在一起 集中在一起 就是一個井 他是按井為單位的 就是一個吃水的井 這樣周邊住多少人 他那個井 井頂上一個鐵鏈子 拴著一把菜刀 就是漢人 你住的人都是奴隸 他有一個家長 就是蒙古人 但是後來 蒙古人他越來越少 他佔領的地方太多 他不夠用 他後來就請那個 他先佔領的地方呢 阿拉伯人過來 就是這個回族的 很多中原回族的祖先 過來給他幫忙 過來幫忙 也有這種人 就是他就是 有兩件事情 因為他是家長嘛 有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 漢人娶媳婦 第一頁必須他先睡 他先睡 這叫出業權 蒙古人佔領一個地方 他都有個出業權 這就是我是知民者 你是被知民者 那你就在臣服我 所以你的女孩 新的媳婦 第一天晚上都要讓她睡 所以說這叫出業權嘛 所以說漢民族呢 就採取了一種 很悲壯的辦法 就是悲壯到哪個程度呢 就是生的第一個孩子 全部不要 在所謂的元朝的 所謂現在歌頌的民族大團結時候 就是我們生的第一個孩子 都是不要的 有的地方是摔死了 有的地方又在那尿盆裡浸死 直到現在 在中國大陸 還有這種民俗的遺留 有的地方他還親孩子 就是那個時候傳下來的 他就是這個時候我們的漢人就一直 你想你年輕人你娶個媳婦讓他先睡一夜 你幹嗎 你也不幹呢 你就是再弱的人他也不他也不幹呢 說都想反抗 當時我們的精英基本上被殺光了 我們剩下的精英水平很高 當年水平很高 你看都創造了很多東西 現在就是圓曲很發達 當時蒙古人很傻 蒙古人沒有什麼智慧 他就是野蠻 他沒什麼智慧 他一般人他不讓你流動 但是那些說書的算卦的唱戲的這些人 他可以流動 他們愛喝酒 一喝喝醉了聽唱戲 聽不了幾句聽不懂就睡著了 他就睡著了 所以說我們漢人就編出來了很多這個 反原附送的這些曲子 這些片段就給我們的族人唱 讓去 但是他最大的一個就是你看現在出土那個碗 就是只要是元朝出土的碗 他那裡邊都刻一個忍字 那個碗那個裡邊 你飯吃完了那個忍字就出來了 他就是叫我們的民族 記著我們是中華要恢復中華 但是現在要忍著 不到時候現在忍著 就是當時那個我認為我們的民族精英 是相當的水平高的 雖然不多 但是水平相當的高 就是一直忍了大概有100年 接近100年的時候有機會來了 機會來了 所以說我們就下了一次沙達子的命令 就是在那月餅裡邊 因為8月15的時候月亮是圓的嘛 說明漢族人在歷史上他有個吃圓餅的習慣 就是那天要做成一個圓餅吃吃 就是現在月餅的前身 說那個時候他就把那月餅裡邊裝個條子 裝個條子說紫食沙達子什麼的 就發給這個發給各家 各家到時候吃月餅一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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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時候沙達子都準備好了 因為他這好比幾百個漢人 他有一個蒙古人在那當了 一喝酒他找幾個女人一睡 他就大睡覺說那天晚上就動手 漢人就那天晚上殺了很多很多蒙古人 殺完後這就是我們蛤起來了 起來了但是有一條 就南方的軍隊沒有趕上 因為我們南方有一些起義軍什麼的 是約好的要到中原來 但是他沒趕上 蒙古人又反撲回來了 我們漢人又死了很多 你只要殺他一個 他殺你一個村莊 殺你一個村莊 這第一次沒有成功 第二次成功了 第二次就是這些部隊啊 朱元璋的部隊 包括這些很多起義軍都聯絡好了 中原的老百姓 八月十五的晚上同時動手了 就是老百姓一動手 軍隊也趕到了 所以就一下成功了 一下成功 我們漢人因為太仇恨蒙古人了 你看現在蒙古人他都不高調 他都不高調 他只要一聽見八月十五 他們蒙古人就牛臉都走了 牛臉都走了 另外你看這個中國大陸 各到五六年前 你要說把八月十五 弄成國家節日 那是不可能的 你要弄成八月十五 弄成國家節日 馬上就有人說你破壞民族大團結 因為蒙古人蒙古族聽到這個東西 他都不舒服 但是前幾年 國家就硬把這個八月十五 定成國家節日了 定成國家節日了 說那你這是漢人的節日 這個國家是漢人是主題嗎 說現在這個政府 他還是漢本位還是有的 他不是說像說的一點都沒有 到現在你看那多少那個 少少民族自治區的一把手 他都不讓少少民族黨 他自治區本來從理論上應該人家黨的 他就不讓他黨 他就必須得害人 他還是有這個下疑這個思想 這還是存在的 當年這就是我們這個殺娜子 實際上這個殺娜子 還不光殺蒙古人 我們推翻滿清的時候 也同樣是採取的同樣一個辦法 他也有這個 就是定的日子也是八月十五 就是定的起義日子也是八月十五 只是我們的革命黨 弄炸彈的沒弄好 準備炸彈的沒準備好 那炸彈炸了 一炸滿清的人把我們革命黨 抓起來殺了 所以說新軍沒辦法了就開始動手了 因為你不動手 他可能就把你抓的殺的很多了 所以說那個時候 有人說性癌革命不是革命黨幹的 那他胡說八道 他不是沒有按計劃呢 他計劃的是八月十五那天 還是用我們殺蒙古人那個 那個去來號召民族嗎 號召民族 實際上殺的都是用這個口號 我們都是驅出達魯恢復中華 今天晚上我們說這個的概念 一個是這是繼承我們祖先的一致 我們祖先想驅出達魯恢復中華 殺達子 但是放在今天 我們已經不可能去拿個刀去殺達子了 對不對 但是我們也要繼承祖先這種理念 我們今天還有一個東西需要殺 什麼呢 就是達系文化 當知名者侵略你的時候 佔領你的時候 知名你的時候 他不是光奪了你的政權 他除了把你的政權奪走以後 國土奪走以後 他還把你的所有的財富都奪走了 經濟都奪走了 另外他還把你的文化全部奪走了 他進行了改造 變成了他的文化 所以說你要驅出達魯恢復中華 你不是就光驅出的政權就拿到 孫中山 袁世凱 這一代的祖先 他們去干的實際上是個什麼 性骸革命呢 就是一個政治軍事的性骸革命 他就是把滿清奪走 我們漢人的政權給拿回來了 把軍隊拿回來了 實際上他們這個性骸 一百年前的性骸革命 他只是性骸革命的開始 他並不是性骸革命的勝利 他利勝利早著呢 因為你滿清過來奪了我們的政權 奪了我們的軍隊 奪了我們的財富 奪了我們的文化 一個社會是有 這幾個主要東西組成的 你光把政權拿回來有什麼用啊 你的政權一說是漢人的政權 但是電視機一一打開 都在歌頌滿清 對不對 你有用嗎 再弄幾天 原來這軍隊是漢軍 再弄幾天 他變中華民族軍隊了 再弄幾天又變變子軍去了 因為他認為大清是中華盛世 對不對 世界各國的習慣都是拿著他的傳統盛世那個 那一段的時間 當他的標誌 那你把大清國當中華盛世了 哪天變子軍出來升旗 那也是正常的 對不對 說這是個文化問題 政治家 你別以為政治家都有文化 政治家有很多是土包子 他沒有文化 對不對 他受到文化人忽悠 現在我們漢族人他沒有文化人 你看他書店裡多少書 你能找到一本兩本三本 你能找個三本以上為漢族說話的書嗎 你看他大學裡多少教授 你看他社會上多少講座文化講座 你能找到三個講座是為漢人說話的嗎 說其實我們漢族人現在已經沒有文化人了 已經沒有文化人了 我們有的什麼人呢 有的都是玩技術的人 你說蓋個大樓 那有的是人才 你說造個原子彈 造個搪個車 現在有的是人才 你再去造點假貨 那才多呢 弄到毒牛奶什麼的 弄到假糖 假肉什麼 假雞蛋 那人才多了 對不對 但是我們就是缺的就是文化人 缺的就是文化人 所以說 鄧小平鄧公這個改革康放 他是歪打正著 他肯定不是說我有意搞一個經濟青海革命 他肯定不是這種思路 他只是在拯救他這個國家 拯救他的政權 因為毛澤東 搞著文革呀 搞政治呀 就是經濟慢慢快崩潰了 說鄧小平要去搞這個經濟 把這經濟弄起來 鞏固他的政權 但是這三四年 他歪打正著 他從客觀上 他完成了一個經濟性海革命 就是在這三十年前 財富都在誰手中 財富基本上都在漢奸的家族手中 都在當年滿清的家族手中 漢人基本上沒多少錢 我們的性海革命完全是靠花僑 省吃鹼用 支持弄起來的 因為在海外的華人 他手裡有點錢 另外孫中山先生在給列強又借了點錢 匯過來點點錢 說他基本上沒有用上大陸的錢 大陸漢人沒錢 就是新安革命成功後 國民黨共產黨 他幹什麼事情 他還得找列強借錢 他要么跟著英美 要么跟著蘇聯 他必須要借這個錢 靠人間的支持 因為他自己沒有錢 漢人沒有錢 但是鄧小平這一次 就成功的把漢人的財富弄起來了 現在全球的漢人的華人 他的財富已經堆擠入山了 你看現在海外的華人不說 你看看大陸現在 搞一個項目 隨便一個項目都是幾十億幾百億 你看那高鐵現在搞的 哪個列強國家都跟他沒法比了 說他的財富已經堆擠入山 這實際上客觀上弄了一次經濟刑害革命 從經濟上已經滿清已經說不上話了 漢奸們也說不上話了 這是性害革命以後起來的漢人 這些才能是真正掌握財富的人 這個漢服運動呢 十年前這個漢服運動爆發 實際上從政治的角度 文化的角度 它就是一場文化性害革命 它文化性害革命爆發了 因為這個社會的四大元素 就剩這一個了 就剩這一個 如果這一次要能成功 你看現在文化界 宣傳界 教育界 它的指導思想化一拳 全是滿清那個為中華 全是滿清那個為中華 但是這次漢服運動一起來 開始從文化上 站在漢人的角度說問題了 開始呐喊了 開始和他們博弈了 說這就是我們漢系的文化起來了 這實際上是一個文化性害革命 這裡面就出來了就是文化界的三個陣營 這個陣營實際上從清末 從清就滿清的時候一直到民國一直存在 因為當時我們滅掉後 是有兩種文化 一種就是滿清跟漢奸 結合起來搞的一種文化 就是以現在這個四口全書為基礎 他們把漢人的文化一改造 他這個文化是站在滿清這個達子這個立場上 建立著文化體系 所以說這個文化體系它的底線是什麼呢 就是說認為你這個中華民族如果要強大 自由把漢人胡人的東西結合起來 才能拯救這個民族 才能強大 滿清就是民族大融合的榜樣 這就是大團結的象征 他才是真正的中華省市 是這種理念的人 因為這個理念是在達子的指揮下 在他的這個指導下弄出來的 是由漢奸們操作的 說這個文化我們稱它為達系文化 達系文化 我們漢人這個文化就是漢人的原生文化 我們認為只有我們找回我們祖先的原生東西 好比說我們的服裝不能穿著馬褐 我們穿著漢服 對不對 我們不能行著那個奴才禮 我們在行著拱手禮 我們展示著華夏氣象 找到民族的自尊 這樣才能拯救這個民族 找到我們原生的文化 找到我們的當年的貴族這些氣象 華夏的氣象 重新回到漢唐這種盛世這樣的概念 從技術上完全可以學習 學洋人的 學其他的東西 從道這個角度 一定要用我們漢人的 自己的指導思想 文化上一定要用這個 這樣才能真正的拯救我們這個民族 強大我們這個民族 你的漢人強大了 自尊了 他也代表著現在的 所謂的中華民族他自尊 如果漢人垮了 你這個所謂的中華民族 你還存在嗎 對不對 他就不存在了 說這個這個觀點的文化 就叫漢系文化 漢系文化 因為在當年 滿清佔領我們的時候 只有這兩個文化體系 在鬥爭 當然呢 滿清佔主流 我們呢 只是在下面 在地下 但是它也存在 但是這個 滿清推翻以後 這兩個文化一直還在鬥爭 一直還在鬥爭 但是又出來了一個新的文化體系 在我們漢人這個圈子裡 出來個新的文化體系 什麼文化體系呢 就是洋人的文化過來 從滿清的時候都過來了 這就出現了西化 西化的概念 說發展到今天一百年 基本上正好一百年 所以說這種文化體系的 都是認為我們 祖先的文化都是糟粕 因為什麼我們打不過湖人呢 除了我們武器以外 我們的文化也有問題 我們文化也有問題 所以說我們要放棄自己的民族文化 而全盤西化 只有西方人的東西 才能拯救這個民族 這一個是個文化體系 也是這一百年的主流 不管國民黨共產黨 這幾個代表性的黨派 都是這一派文化體系的 它就叫西系文化 西系文化陣營 在我們現在的漢民族裡邊 就現有的漢民族 全世界的華人這個文化圈裡邊 就是這三個陣營 三個文化陣營 就漢系 認為只有找回我們真正的漢族 漢人文化 華夏文化 才能拯救這個民族 西系的人認為 只有用洋人的東西 要么你不用自由主義 那你就用共產主義 或者用什麼主義 反正是洋人的東西好 他放的屁都是香的 反正只有靠那個 我們這個人全部變成洋人 甚至發點基因針 把人打一打 眼睛弄彩色的 鼻子弄隆起來 頭髮染成彩色的 變成洋人才好 所有東西都變 宗教什麼都變 歷史也不要 這是全盤西化 這是西系 西系一直在鬥爭 國民黨共產黨他們鬥 實際上都是西系在鬥 就是用洋人的哪條道路問題了 現在共產黨內部的左右派鬥 還是西系的鬥爭 但是它在他們這個鬥爭過程中 因為改革開放後 也產生了就是說 完全全盤西化可能有問題 都在反思 可能有很多人也開始在找 就是自己的傳統文化 就要找我們民族的傳統文化 但是我們這個民族很特別 因為在歷史上 我們多次被別人滅掉 所以說我們這個傳統文化裡邊 有兩支傳統文化 一個是達系的 一個是漢系的 它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文化 你看這服裝一出來 這馬褐漆袍 達系的服裝 這邊一看出來 華夏衣冠 漢服 這是兩個體系的 在歷史上 它就是定居人群和游牧人群 那不同 根本的不同 說它不是一個文化體系 我們跟日本人不一樣 日本人就有一個大和魂 當他西化後 他發現完全西化不行 他要找大和魂的時候 他回頭一找 就找著他的大和魂了 他以他的和服為代表的 以他的天皇為代表的 這些很多文化要素 他們都找回來了 但是我們一百年後 我們也在找 實際我們跟日本人 基本上也是類似 晚了一百年 我們也西化了一百年 改革開放後也在找 一找 因為我們漢人呢 一直沒有弄清楚 這個真中華和假中華這個區別 所以說 毛澤東啊 孫中山啊 蔣介石他們那一代人 五四精英那一代人 把這兩個文化混在一起 都認為它是糟粕 傳統的都是糟粕 說都一塊給砸爛了 就就都贊成西化 都贊成西化 但是這一次不一樣了 這一次因為五四和文革 把所謂的傳統文化給砸了 在大陸形成了一片空白 它是變成成白紙了 所以說改革開放後 在找傳統文化的時候 因為漢人沒有文化人 找傳統文化的全是達西的文化人 他一找找出來了個偽中華文化 就是滿清時候的所謂的中國文化 他一找因為他這個要求很高很大 想找回自己的民族文化 執政黨也想幫助他們找 想找一點民族自尊 想利用一些民族主義 想利用一些這些東西 但是找來找去 一找一找找著找著把滿清找回來了 文化界就開始細說滿清 正說滿清歌頌滿清 還不過癮都開始損漢人了 因為滿清跟漢人 它是敵對的文化 這樣一弄不當緊 把我們漢系的文化給帶出來了 實際 這一百年都是西系的鬥爭 國民黨共產黨 共產黨內部左右派 它都是七系的鬥爭 實際上達系和漢系都進入地下了 基本上 但是改革開放後 達系呼呼崛起了 它這一崛起 把漢系也帶出來了 漢人 有些冷靜的漢族文化人 馬上敏銳地感覺到 這次復興的所謂國學 它不是我們漢人真正的東西 它是假東西 因為 岳飛也被它覆定了 唐裝馬褐旗袍變成國服了 變成漢族的傳統服裝了 所以 因為這一代人 性孩革命 後來這一代人還沒有死絕啊 所以我們漢族人 有很多人都感覺到這個不妙 就出現了反彈 這個反彈的直接後果 就是出現了這一場漢服運動 以漢服運動為切入點的一場 民族拯救運動 實際上它不是為漢服而漢服 漢服只是個切入點 因為當時它把馬褐弄成國服了 服裝問題突出出來了 說這個地方就成了突破點 當年他們滅我們的時候 正好也是剃頭一服 先滅掉我們這個服裝 這個服裝呢又恰恰是我們那個滑下的滑子 它全部都湊在一起了 並且它是個表象文明 你一旦找出來 它就很清楚的表象文明 很清楚能看到 你不用過多解釋 你看穿個漢服出來 和穿個旗袍馬褐出來 一看這就不是一個文化體系 實際上當我們的族人能接受 你看這兩個不是一個文化體系 你看這服裝都變成假的了 它就會能順理成章的接受 其他的也有很多是假的 它都接受了 說就會你看我們禮義 漢服運動發展到今天 漢族的禮義也回來了 漢族的節日也回來了 我們現在開始祭祖了 漢人的宗教也回來了 就是被他們消滅掉的基所文明 一個跟一個都帶出來了 這漢服實際上就是個切入點 它最終的成果 那就是要在中國扭轉 現在用假中華解讀權 最終把我們漢人真中華的解讀權 拿到廟堂上 把那個假中華的解讀權 給它幹掉 實際上這個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 今天8月15的意義所在 就是我們要殺這個達系文化 我們殺的不是達子 達子我們祖先早殺過了 他現在還活著幾個人 他也他也信不到什麼程度 對不對 他現在真正厲害的是 他達系文化 達系文化不光他們在弘揚 最重要的一個意志力量 弘揚他的力量是 當年漢奸的後代 那漢奸這個體系 因為漢奸是幫他們 搞民族大融合的 搞民族大團 你在強奸我們母親殺我們父親的 對不對 他們才真正用心想 想歌頌那個東西 如果他不歌頌那個東西的話 他的祖先就變漢奸了 對不對 他如果滿清 歌頌成中華盛世 那他的當年的祖先 就不是漢奸了 是中華民族大融合的英雄了 說他在未來這個 假中華的國度裡面 他們就是文化界 教育界宣傳界的權威 功功成後代 說他是利益所在 真正的是他們在鼓動的最厲害 真正的外族 他們沒多好近 他們的力量沒多大 真正的是那個漢奸的力量 漢奸這個體系 所以說我們現在就面臨著 漢人如何殺這個達西文化的問題 因為當年我們祖先簡單呢 弄個月餅 弄個紙條一掰 點個刀就把他脖子抹了 對不對 那簡單的 那激情一來 勇氣一來 就幹了 但是這個文化問題 可比那個複雜多了 人家改造了你二百六十年 這又西化一百年 人家這改革開放三十年 人家又復興了三十年 現在基本上變成華人圈裡邊的主流傳統文化了 基本上都不可挑戰 如果不是這個漢服運動起來挑戰他 你說誰能挑戰他 對不對 文化界就挑戰不了他 這是出來誰挑戰了 就是出生牛都不怕死 不怕火 就是我們漢人裡邊的年輕人 憤青 出來一幫熱愛民族的憤青 開始挑戰他們了 反正也不知道他們的厲害 對不對 反正也不怕 什麼都不怕 實際拿著理 我們挑戰他們 有時候拿著理論 真正從高層的學術上 就站不住腳了 但是那個東西對我們民族有利 憤青們他也不管怎麼樣 自己就編一套弄吧 對不對 但是他效果出來了 他效果出來了 經過這近十年 那些東西 有的東西都是想像的 但是他慢慢慢慢 就把它弄成了 就弄成了 歷史上也能找到一些根據來支持這些觀念 對不對 說這就是一群憤青 幹了一件天大的事 一群憤青幹了一件天大的事 這就是漢民族的年輕人 開始覺醒 開始反彈 這個水平高低一點都不重要 你說我們這性漢運動 捞個人 說實話 你跟人家辯論傳統文化 別人 嚴重年不用出面 他的學生都能辯過你 因為那個體系 都是他們的祖先搞的 所以說我給我的學生說 你不要給他辯那些東西 他想給你辯可以 你給他約個時間 我們辯允語積累吧 辯我寫那本書吧 對不對 你說你 我們辯宋老師寫那本書吧 對不對 辯從那本書找根據 對不對 你從滿清那書找根據 這不才錯三百多年嗎 五十步校百步嗎 找那本書不一樣 對不對 說你那個理論是哪本書說的呀 我的學生現在都學會了 宋老師那本書說的 你那不是就是你那個老師說的嗎 對不對 哪一個是當年的祖先說的 對不對 哪個也不是 說說現在就是對民族有利就行 也不要去跟他們爭著 拔書本啊 倒書袋子 別去玩那個 因為那個東西是他們改造的 他們寫出來的東西 你用那個你能辯過他們嗎 你辯不過他們 我們就不用管他們 就建立自己的東西 我們建立自己的體系是什麽 就在這磨刀 你實際上就在磨那個文化的刀啊 你我們的服裝 你看理藝什麽 慢慢基礎化都回來了 這個基礎都回來了 這是一個大刀片子已經出來了 對不對 你下一步無非是家家認的問題了 精華精華 家家認就可以把他斬了 對不對 你這個自成體系了 自成體系 漢族人一聽 對呀 這像我們民族的 對不對 你像我們 在雲鼎做這些活動 你讓華人 他只要不是個神經病傻蛋 他一看 讓他再看看那辮子戲 弄弄弄啊 那個光頭 流個小便 對不對 你讓我們的華人後代 現在的族人一看 他就一個字不認 他也知道哪個是漢人的 對不對 因為什麽 他敬神呢 他一看神穿的衣服 都跟我們穿的一樣 對不對 因為那個滿清滅掉我們民族 但是他神他沒滅掉 神不吃他哪一套 對不對 對不對 說這個東西就是 我們今天那個重點就是 你把這個 現在我們華人界這三個體系 心裡搞明白 這三個體系 不是三個民族 它是我們漢人圈 華人圈裡面的三個文化陣營 一個是西系 就是寵上西方文化的 認為只有西方才能救中國 救漢人 一個是寵上我們漢人自己的 只有我們找回自己的東西 才能救我們的民族 只有我們自己 才能救自己 一個是 漢奸們的思想 就是 當年的侵略者和我們的 我們祖先的 有些的理論結合在一起 變成了假理論 假中華的東西 才能拯救這個民族 他拯救的目的就是 把華夏幹掉 成立一個中華民族 變成一個新的民族 新的不倫不類的一個雜貨頭 對不對 他一點生命力都沒有 他沒有歷史根據啊 中華民族怎麼會歷史根據 你怎麼給俄羅斯族 變一個族了 對不對 你高興 你問問普京 普京願意不願意 對不對 你弄了半天 跟你朝鮮族 又不願意成一個民族了 你去問問金正日 金正恩 對不對 人家敢不敢到的 這都是在做夢 實際上的目的就是 消滅我們的華夏民族 而成立一個他們想像的民族 雜貨頭民族 這樣的他們就有理論根據 留在中國 繼續從思想上統治我們 因為他在軍事上 統治我們已經不可能了 政治上也不可能了 從經濟上也沒有可能性了 但是他從文化上可以 因為我們漢人沒什麼文化 都是忙著賺錢的 都是你要幹什麼都會 就是不會玩文化 就是連文化的基本概念都不知道 就文化這個東西 就一句話就說清楚了 文化是幹什麼的 不動滿力 而改變別人的體系 這就叫文化 何必你在這兒做呢 我掂個刀 讓你站起來 你也能站起來 我拿著錢 誘惑你站起來 你也能站起來 拿錢誘惑就比那個掂刀高明 因為掂刀你必須能砍動它 如果我90歲了我砍不動它了 你拿個刀也沒用 對不對 它不可持續發展 它那個成本很高 但是你用錢誘惑 它有效果 它比那個容易 但是錢這個東西 它也是一大吃小 它還是野蠻的東西 你我給你一萬 你站起來了 那邊說我給你兩萬 你坐下去 你馬上又坐下去 對不對 它是一大吃小 它一大吃小 它還是野蠻的東西 它還是野蠻的東西 但是文化這個概念就是 我不動這些一大吃小的東西 我就是跟你講的道理 甚至講道理這個人 他根本什麼地位都沒有 他就是山裡邊一個老頭 在那修道的一個人 他講了一通道理 但是一群人 甚至一個國家的人 甚至一個民族的人都隨之改變 這就是文化人 你看街頭的算卦的 她也是文化人 她一個老太太來買菜來了 她也不拿刀 也不拿狼牙棒 也不以武力相威脅 也不用金錢誘惑 她就是給老太太一說 大姐你這面相長得不錯呀 一會兒說了說 講的道理 那老太太一聽 有道理 買菜的籃上那一放 把買菜的錢給她了 一給她她一看 一半就十幾塊錢 還臉不高興 一不高興又說兩句 說幾句呢 比較兇的話 老太太一聽 你等著 你等著 回家給她取錢去吧 對不對 這就是典型的文化人 她就是比較小的文化人 她只能改變一個老太太 還有那稍微大點的文化人 她能改變一群人 你看這社科院呢 大學裡邊呢 那黨啊 一石油道理 你看二傻都發財了 我們把那個小孩上學的錢 買房子的錢 棺材錢 都拿出來買股票吧 對不對 她再一忽悠 你看房地產 一個破房子 一買你看現在 漲的媽多少倍了 她都給你忽悠 所以說這些都是 比較大的文化人 你知道嗎 又加上用金錢又貨 她就能改變很多很多的人 最厲害的是誰呢 最厲害是玩宗教的人 她能編出來一套宗教 她這是文化的最高境界 不紮成本 沒什麼成本 人家上她那院裡邊 都是給她送錢的 還受著她洗腦 還給她送出錢 你知道嗎 這玩宗教的是最厲害的 你知道嗎 這是文化的最高境界 說這個 漢人你看現在 唯一幾個文化人 剩的文化人 就是街頭上能算個掛 騙個老婆 能改變個老太太 再就找不來更大的文化人了 玩宗教的 漢人沒有 你像他們雖然是道教 他也不是正統的漢人東西 你看現在漢人的祠堂宗廟 裡邊哪有玩物 哪有正統玩家 就沒有 對不對 都是弄得民間那些 亂七八糟的 佛不佛 道不道 都是那雜教 是民間雜教 根本談不上一個民族宗教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建立一個信心 今天8月15 我們坐這兒 說了半天就是想 繼承我們祖先的一字 既然我們立志於拯救民族 我們玩的是文化 我們不是跟人家打仗的 對不對 你要打仗我們說實話 我們幾個真打不過人家的辮子軍 真打不過辮子軍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是玩文化的 我們的任務就是 把自己的文化那個刀磨好 先從這基礎做起 基礎你做好了 等於這個刀的這個材料 胚子已經好了 下一步就是精華了 精華怎麼把刀刃弄好 搞歷史的 搞什麼的 文化的各個方面都出來人才了 對不對 當的時候你刀弄好了 你要斬掉它們不太容易 對不對 因為我們這個東西 拿到桌面上 我們的主人 你都不用過多的說 主人你看 這真 這真 因為跟祖先長得一樣 對不對 跟他心目中的祖先是一樣的 他肯定認為這真 你看那個東西 逛逛頭留個老鼠尾巴 在那兒一扎 一句一個扎的 就像奴才一樣 我們祖先會這個樣嘛 對不對 他一下這個真假就出來了 一下就幹掉他了 如果我們的實力派慢慢覺醒了 有錢的 好比說你現在馬來西亞 你看我們搞活動 就比大陸有點優勢呀 你看我們的有錢的人 他多少他會給你贊助一點 對不對 你像雲鼎 他就會給你優惠一點什麼的 他就他就會給你點支持 你在大陸這種現象很少 因為大陸的企業家 他都基本都是八花戶 他沒有這個贊助文化這個意思 你知不知道 他沒這個意思 他寧願把這個錢 砸到那小女孩身上 砸到那吃喝飄賭那頂 他不會去贊助文化 他就是贊助個文化 他也是就是現在 主流政治家說哪個好 他贊助點 他是為了找一點政治資本 他是想干涉的 都是投機分子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這場運動起來了 實際上 從漢福出現那一天起 漢福運動出現那一天起 就是文化性害革命的爆發 就是文化性害革命的爆發 最終的目的就徹底扭轉 就是我們華人那邊的 話語權問題 最終我們勝利了 那就是用我們祖先 正統的話語權 來指導這個民族 你也失敗了 那還是那假中華 在指導這個民族 那我們就越來越慘 那你只能當奴隸 你不可能當成上層 不可能當貴族 那不可能的 所以說我們現在就是 現在的階段就是磨刀 一到8月15這一天 先吃好一點 喝點酒 沒事 這截日過完就磨刀 磨刀哪一天的8月15 一個人發個月餅 就把他斬了 對不對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